妹妹你不怕吗 我特别怕夹住它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 今天我们来做到硬菜 一蟹两吃 其实我内心还是有点打出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活螃蟹 瑟瑟发的 我看了网上的教程 先把螃蟹用清水加黄酒浸泡15分钟 然后用小刷子 主要把螃蟹的肚皮和四肢刷刷干净 这样就全部都洗干净了 吃到菜很难吗 不能呀 非常简单 清蒸螃蟹吃腻了 今天打算挑战做个蟹肉饱 不过第一步仍然是先上锅把螃蟹蒸熟 盖上盖子中大火蒸15分钟 然后 咋了大兄弟 被人煮了 所谓的一蟹两吃呢 我们首先需要把蟹壳里面的蟹黄 跟它的蟹肉分离 跟它的蟹肉分离 取出放到小碗里 我还准备了大虾和鸡肉 准备作为超豪华配菜放进蟹肉堡里 虾要提前洗干净 去虾馅 鸡肉要事先用水焯一下比较好 锅中倒油 油温热了以后放入辣椒 八角 香片 花椒 翻炒出香味 突然加入两大勺豆瓣酱 先加入鸡翅根一起翻炒两分钟 接着加入没过鸡肉的清水 大火烧开后放入土豆 盖上盖子中火焖煮 十分钟后加入大虾 撒入一小把冰糖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搅拌一下 因为豆瓣酱和酱油都是咸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加盐了 之后把事先蒸熟的大炸蟹全部倒进锅里 不必强求让蟹都沾上汤汁 安安静静的铺在上面就好 这样也能更好地保留螃蟹原有的鲜味 盖上盖子 再中火焖煮十分钟 我比较喜欢这种带一些汤汁的 吃的时候可以沾汤汁一起吃 但是如果你喜欢粘稠一点的 可以开大火再收收汁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我不准备出锅了 我就准备端着锅吃了 好了 准备开动吧 好吃不复杂啊 手材 我是只要你饿了就会想起我的 这些小鱼干 看我的这一大锅蟹肉饱 啊 好香啊 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要先尝一个蟹腿 看 沾了汤汁 再沾点汤汁 嗯 太好吃了 蟹肉 蟹肉非常的嫩 而且焖煮了很久之后 非常非常的入味 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清蒸大炸蟹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从锅底下捞一只大虾 直接从虾壳里面 把虾肉给它咬出来 好入味啊 大虾的优点就是 它比蟹肉好啃 它不像蟹壳那么扎嘴 看 尝尝你们 选用的是这种黑虎虾 是我认为虾的肉质 比较好的一种 我的鸡汁根 在这个鲜肉包里面 都显得很普通了 我们鸡肉是最先放进去的 它炖煮的时间比较久 好吃 最后再尝一下我的土豆 土豆还是一块一块很分明 并没有煮的很辣 小火焖煮 只要控制好火候 土豆就不会被煮飞 绵绵绵绵的 我们刚刚还挖了一碗蟹黄呢 重点来了 所谓一蟹两吃 蟹肉饱 是其中一吃 第二吃上蟹黄 看 这是我们明洁的 八只大闸蟹的蟹黄和蟹膏 所有的精华都在这儿了 你是发生掉了是吧 就是蟹黄蟹膏那种超级鲜美的味道 要用蟹黄做一个蟹黄拌饭 首先准备一碗饭 我们先把蟹黄铺在米饭上 加入一勺味极鲜酱油 再加一勺醋 什么是幸福 一整勺蟹黄 拌着米饭 香香浓浓的那种味道 蟹膏和蟹黄 红的流油 搭配米饭 来给你挖一大口 这么大口别掉地了 你不把给我我就会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哇 别吃了快还给我 别吃了 所谓一蟹两吃 能够让你吃一次螃蟹 同时享受两种味道 评良心说 这个蟹肉饱 确实是有点麻烦 像我这种手残 第一次做螃蟹 都能做出这么鲜美的味道 我相信你们只要加油 肯定也能做出来的 真正的吃货 从不畏惧在吃的路上 遇到的所有困难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哦 想要持续或许更多 好吃好玩的东西 也可以关注我哦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啦 拜拜